一分钟解题110年第一次第89题 下列何种肝炎病毒为DNA virus 肝炎病毒有A肝、B肝、C肝、D肝跟E肝 那B肝病毒的话它是一个partial的一个double strain的一个DNA virus 传播途径的话是A型肝炎跟E型肝炎是分口传染 那在变成慢性肝病的一个频率的话 C型肝炎的话有8成以上都会变成慢性肝病 而B肝的话大概有5到10%左右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的话是选B 一分钟解题110年第一次第90题 关于Schilder membrane colitis 维膜性肠炎的叙述 维膜性肠炎它通常是由坚然硕菌所引起的 也称作抗生素相关的结肠炎 那它在显微镜底下的话可以看到很多受损的隐窝 它喷出形成像火山样的样子 那融合形成鬼魔 那它的危险因素的话包括有抗生素的治疗 高龄、住院还有免疫抑制 诊断的方式的话通常是去检测坚然缩菌的一个毒素 那并由这个病理学的方式来去支持它的诊断 所以在显微镜底下看到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它喷出来的这些东西的话 周遭的话就是有很多的适中性球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选D 一分钟解题110年第一次第91题 关于胃癌的叙述 胃癌的发病因地域而有所不同 像是在日本的话就高出于其他地方 那在清洗的深度还有淋巴结 还有远处的转移 基本上是胃癌它的一个育后因子 介绍一下遗传性的一个弥漫性的胃癌 它跟这个CDH1的功能上是突变是有相关性的 使得它EK的Hearing的一个表现会急剧的下降 在临床上的话会看到有皮革胃 场道型胃癌的话 它跟WNT的途径是比较相关 基本上它跟一些发炎的基因像是IR1β 那以及跟这个幽门螺旋感菌 是有相关性的 所以这题的答案的话是选C 一分钟解题110年第一次第92题 外因性皮脂醇增多症 肾上腺最有可能的病理变化是什么 根据皮脂醇增多症的原因 肾上腺有可能导致皮脂萎缩 或弥漫性增生 聚节节或微节节的增生 或者限流或有癌症的情形 那外缘性的一个糖皮脂激素的话 它有可能会导致双侧的一个皮脂的萎缩 而内缘性的一个皮脂醇增多症的话 有可能导致弥漫性的增生 巨节节或小节节的增生 那Adenoma或者是Casinoma 那Adenoma或Casinoma的话 主要是看外面有没有薄膜 来做一个区分 所以这题的答案是选A P脂萎缩 一分钟解题110年第一次第93题 黄色肉牙轴性肾鱼肾原 最常见的致病菌微合 慢性肾鱼肾原是一种慢性肾小管兼直发炎 和疤痕它会侵犯到肾斩跟肾鱼的一个疾病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话 它的这个Scar的话 它是覆盖在这个顿端的一个肾斩上面 那写的镜底下看到的话 这边是疤痕的地方 那上面的话 在这个皮脂的地方的话 它会有Syroidization 那黄色的肉牙种性肾鱼肾原 它是一种罕见的一个慢性的一个肾鱼肾原 它通常的话跟这个变形感菌是有相关性的 那它会跟这个CZ 也就是肾细胞癌的话会混淆的情形 所以这题答案是选A 一分钟解题110年第一次第94题 关于这个甲状腺水质癌的一些特色 那我们先介绍一下甲状腺癌 它有分成甲状腺乳头状癌 然后绿泡癌 水氧癌 跟个胃分化癌 那在甲状腺乳头状癌的话 它现在的话已经叫它Neoplasm 而不是叫它Cacarcinoma 主要的话是因为它的清洗性非常的低 首先介绍热乳涂癌 它主要的特色是它的细胞核 有毛玻璃一样的样子 那还有的话它因为合膜的内线的话 会有一个Sudoinclusion 那有时候会看到Semoma body 它的育后是非常好的 那绿泡癌的话 它主要是在这个点缺乏的一个地区 让女生比较常见 那水氏癌的话 它的来源是绿泡旁的一个C细胞的一个 神经内分泌的一个肿油 所以它会分泌这个降概素 那会看到很多Amyloid的一个成绩物 那分化比较差的一个癌症的话 它基本上死亡率就很高 那它的年龄的话平均是65岁 所以这一体的导案是选B 一分钟解题 110年第一次第95题 关于软潮性所兼殖瘤的叙述 软潮癌它分成上皮兼殖肿瘤 性所兼殖瘤 生殖细胞肿瘤 跟非软潮源发转移癌 而题目的颗粒细胞瘤 跟支持兼殖细胞瘤 是属于性所兼殖瘤 颗粒细胞瘤 它在临床上的话 会产生大量的一个动情激素 所以病人的话 它会有增生性的一个乳房 疾病跟子宫内膜的增生 跟子宫内膜癌 而它表现的话 会呈现的比较低度的 一个恶性的肿瘤的样子 那偶尔的话 它也会分泌雄瘤激素 会使得病人 它有男性化的情形 Sytholytic Cell Tumor的话 常常会导致病人 有男性化或去女性化的情形 主要发生的地方 是在11到30岁 它有超过一半的肿瘤的话 它有DICER1的一个突变 而这个突变 这个基因的编码的话 它是跟一种内切核酸瘤有相关性 那这个瘤的话 它又跟这个microRNA的一个 proper的processing是有相关的 所以的话 这题的答案是选A 是不正确的 一分钟解题 110年第一次第96题 关于搞完跟复搞的发言 搞完跟复搞的发言的话 发言性的疾病的话 通常都是在复搞会比较多 那它有分成非特异性的一个副搞炎跟搞完炎 那通常的话是跟泌尿道感染有相关性 而肉压种性的一个搞完炎的话 通常都发生在中年人 然后表现的话会有一些突然发作的一个中度压痛的一个搞完状况 那伴随的话会有发烧 介绍一下灵病 它通常的话是从后尿道扩展到前夜现金养 然后到复搞 那通常的话最后的话比较严重才会到搞完 而三线炎的话最长的话是影响到这个学宁的儿童 那在这个年龄当中的话搞完其实非常的罕见被侵犯到 通常的话都是在比较青春期的男生的话才会有 二到三成的病人的话会有搞完炎的情形 通常都是在这个塞线肿胀一周后才会有 结合病的话 它几乎都是从复搞开始的 那有可能会扩散到搞完的地方 那它的显微镜底下的特色的话会有一些干弱性的一个肉咬种性的一个发炎 在眉毒的话它也是先 它是先侵犯到搞完 那它有两种形态学 第一个的话是这个必色性的动脉内磨炎 第二的话是个眉毒种 所以这题的答案是选B 应该是先起源于复搞 一分钟解题110年第一次第97题 下列搞完肿油 何者最常见于三岁以下 那搞完肿油的话 它的发生率的话 占男生癌症不到百分之二 那它是一个少见的肿油 可是却是年轻男性 比较常见的一个固态的一个肿油 那它分为生殖细胞瘤 跟非生殖细胞瘤 那主要的话都是以生殖细胞瘤为主 那在Robbins上面的话 它有一个表格把它分类 分成源自原位生殖细胞瘤 形成的这个生殖细胞瘤 那包括有我们比较常见的 有这个晶圆细胞瘤啊 胚胎瘤 软黄囊瘤 绒毛膜瘤 跟鸡胎瘤等等 那还有分成这个 与原位生殖细胞瘤 无关的生殖细胞瘤 那还有性所兼殖细胞瘤 那有分成这个 与原位生殖细胞瘤 那睾丸的肿瘤 它的危险因子的话 最常见的话是隐睾症 那还有的话是一些 之前曾经有罹患过 或有家族病史 睾丸微缩 还有它有一些基因特殊的一些疾病 像是这个科林菲特斯症 生殖细胞肿瘤 通常是在一开始 是一个原始的一个生殖细胞的时候 它有可能病人有隐稿症 或是一些遗传或环境的因素 那透过获得性或是比较关性遗传的一个改变 那使得它停止分化 那再借由KIT的一个mutation 那变成一个GEMCELL的Neopresent Insight 2 最后的话 病人会在青春期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短背的一个染色体12P 的一个短背 最后的话就会形成一个 侵犯性的一个生殖细胞肿瘤 这边介绍五种比较常见的生殖细胞肿瘤 第一个的话是 晶圆细胞瘤 它大概占了50% 常见于30到50岁左右 那它在血清里面的话 可以测到HCG 病人的话 通常用放射性治疗的话 会非常有效 肺胎癌的话 它比较常见在15到30岁左右 那在血清血里面的话 可以测它的Alpha-Fetoportine 肌胎瘤的话 糖健在10到30岁跟0到3岁之间 那它的话 血清的话可以验到HCG跟Alpha-Fetoportine 软黄男瘤它比较少见 那比较发生在0到3岁的这个小朋友身上 血清的话可以验这个Alpha-Fetoportine都会有 那浩发的话是在青春期前 柔毛膜癌的话 浩发年龄是在20到30岁 那血清血里面的话可以验到HCG 通常都会经由血液来转移 育后的话会比较差 所以这题的答案是选B 一分钟解题110年第一次第98题 好这是在介绍关于骨肉瘤的一个描述 那骨肉瘤是最常见的一个骨的一个骨头的一个原发性的一个二性肿瘤 大概占股癌的20% 年龄的话大部分是20岁以前的一个男性 那这些肿瘤细胞的话 它常常会去破坏周围的一个皮质 会产生一些软组织的一些肿块 那会在这个骨髓管里面扩散 那来取代这个造型的一个骨髓 那肿瘤的话它本身的话很少串透这个骨垢板 或者进入这个关节 大约有7成的骨肉瘤 它是有一个后天性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异常 那RB菌的话大概在散发性的骨肉瘤种源 有7成有7成以上的突变 那TP53的话它在这个 里佛美尼症候群的患者里面的话也会发生突变 也会发生突变 那Coding这个肿瘤抑制基因的P16跟P14的这个CDKN2A 那它会在这个许多骨肉瘤中会失去活性 那MDM2跟这个CDK4的话 它会透过Regin12Q13跟Q15的一个染色体的一个扩增 会去分别去抑制P53跟RBG 那它会在许多Lowgrade的一个Osteosachoma中会过度的表达 那骨肉瘤的话 它的特色的话就是在这个S光下 可以看到这个科德曼三角形 科德曼三角形 它在这边会形成一个三角形的样子 那在显微镜底下看到的话 可以看到它会有很多花边状 就Lesslike的一个Osteoid 花边状的一个类骨质 所以颜色比较深的这些 看起来像Less一样 那偶尔的话会看到有一些异常的一些有失分裂 所以的话这题的话答案是选A 答案是选A 它跟这个MIC蛋白的过度表现是没有相关性 一分钟解题110年第一次第99题 关于阿兹海默症它的大脑的病理变化有哪些 阿兹海默症的话 它是老年时代症最常见的原因 那随着年龄的增加的话就会增加 基本上的话它是有这个Aβ跟T这两个蛋白质 在大脑的区域有累积而导致的 那它在这个显微镜底下看到的话 可以看到它有这个四神经眼斑 那还有这个神经元纤维的一个残结 那也有时候会看到会有一些脑淀粉血管病变的一个办法 我们来看A图的话 它主要是一个PLAG 在中间的话有那个AMILOID的扣 那周围的话有一些Neuritis 那B的话它是染这个Aβ 那染上的话是褐色的地方 那C的话是在讲这个Neurofibrin Tangle 你可以看到它呈现这种三角形的样子 箭头值的地方 那D的话是给它染这个Silver Stent 就可以把它的这个Neurofibrin Neurofibrin给染出来 那第五的话一样 在上面的话可以看到有一些Tangle 就是呈现这种三角形的样子 那再来介绍这个巴金森氏症 巴金森氏症的话它是一个神经退情性的一个疾病 它特征的话就是运动的机能会有减退的情形 通常的话是这个黑质它里面的毒巴胺的神经元上市所引起的 那它跟这个黑质还有大脑其他部位的一个蛋白质的累积跟聚集 还有立腺体的异常跟神经元的一个上市是有相关性 它是属于一个体显性的 那主要的话是在这个SNCA上面有一个突变 有一个突变 那它这个突变的位置刚好就是录音巴底的一个成分 好,再来的话介绍这个Limaline Road Myopathy 那它的特色的话它就是有这个Limaline Road 这是它在行为镜底下的特色 大家看过就好 好,这题答案的话是选1跟2 一分钟解题 110年第一次第100题 下列和向叙述不可能发生在第一型的一个单纯泡枕病毒的脑炎 Rabinz里面病毒感染的话 它有一大类是叫做潜伏感染 那里面的话就是属于泡枕病毒的感染 底下的话又分成两大类 第一大类的话是这个单纯泡枕病毒 第二大类的话是VZV 也就是水痘到一状泡枕病毒 那HSV的话它有分两型 第一型的话主要是跟嘴巴比较相关 它主要在这个儿童的压硬的口言 那第二型的话主要是跟生殖器比较相关性 那它在显微镜底下的特色的话 它有3M 三个M 第一个的话是Montinue Created 就是多核的 那它的核的话是互相moding在一起的 核跟核是叠在一起 那第三个的话是Lacro Martin 会在边缘 所以是有Margination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特色 那VZV的话它基本上就是会导致这个水痘 那它潜伏起来的话 会跑到我们的贝根神经节里面 那火化之后呢 可能就会导致这个带状泡疹 那在这个皮肤底下的话 可以看到它是在这个上皮 上皮里面的话它有水泡的情形 那在这个贝根神经节里面 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神经节细胞的周围 有很多的一个花炎细胞 那有一些坏死的情形 再来介绍这个病毒脑炎的特色 第一个的话 它是会有这个perivascular calf 它的这个单核球 也就是淋巴球 它会在这个血管的周围 会聚集在血管的周围 那第二的话是这个细胞会裂解 神经细胞会被吞噬掉 那再来的话是会有这个小胶质结结 Microglyle的一个Nodule 它会形成一个Nodule的样子 形成一个结结状的样子 那再来的话是这个 会有看到这个细胞核 或细胞质的一个包含体 会有一些因枯血 会有一些因枯血 所以这一体的答案选项是D D的话这个甘若性坏死的话 它是这个结合病的一个特征 所以我们在一起去解决 结架的时候 我们摆决的一条画中 看到这个签形